大家好,我是Din 2000年初,人气非常高的双人组合 油盐出身的爱豆雀江文 因为被爆料与已婚女子出轨 而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昨天,一位记者出身的YouTuber 采访了爆料这件事情的A某 A某表示,雀江文在去年5月 用卡托先联络了A某的妻子B某 因为当时B某的卡托头像是 A某B某与孩子的合照 所以在雀江文联系B某的时候 他已经知道B某是有父之父了 5月27号,两个人在汉江 一起喝了酒 然后在B某说想上厕所的时候 雀江文对他说 在这里上厕所的话 自己是一人很不方便 自己的家离这里不远就去我们家吧 然后两个人就去了雀江文的家 在那里待了30多分钟后出来了 张飞某表示 雀江文明明知道妻子是已结婚有孩子 但还是会常常给妻子发短信 想你了,去喝酒吧,经常见面吧 跟你在一起很幸福等 爷每天都有打电话 还会把妻子带到自己的家里喝酒 还说要叫妻子脚踏之后再次约他见面 而这些事情导致了B某家庭破裂 目前妻子B某承认了与雀江文喝过酒 牵过手等事项 但表示并没有与他发生身体上的关系 妻子B某在亲笔承诺书上写道 对于这次的事情感到真心的抱歉 就像你说的一样 如果我没有去见雀江文拉黑他的话 就不会发生这种事了 是我的错 但是我真的没有做你想的那个事情 如果说这也算出轨的话 我是没话说了 以后不会再这样的 但是丈夫却表示 在追问中得知妻子跟雀江文在结婚前曾经是恋人关系 自己实在是不能相信 两个人在雀江文家的30多分钟 以及之后在家喝酒的时候 真的没有发生什么事情 目前A某与妻子B某正在进行离婚诉讼 同时也起诉了雀江文 而妻子B某已经带着儿子离开了家 对于这件事情 记者联系了雀江文 雀江文表示 没有这件事情不是事实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长得帅又高 为什么要做这种事呢 颜值可惜了 跟已婚女子两个人喝酒带到自己家 就已经是有罪了你这个家伙 毁掉了一个幸福的家庭 真的很心疼 做错的人希望能收到代价 对于雀江文出轨争议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三个人有什么共同点呢 漂亮 可爱 日本出身 对 三个人都是日本大阪出身 而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说过 在大阪队走在街上的路人 这样的话 对方就会做出 啊 的反应 我们先来看一下 同样是日本出身 但不是大阪出身的 Twice Mina的反应 接下来是大阪出身的 他呢 看着自己的反应 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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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